寻找就寻见,寇门就开门 我是若子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是2022年2月5日 今天我们一起读《民书记》的第四章 《民书记》第四章呢 继续给我们讲述立位 立位人他们这个支派 他们的具体的分工 我们一起来看 耶和华小于摩西 亚伦说 你从立位人中将哥侠子孙的总数 照他们的家世、宗族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 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 哥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 所办的事乃是这样 起营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帽子 用以蒙盖法柜 又用海口皮盖在上头 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 把杠盖上 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柄的桌子上 将毯子、条羹、电酒的绝和杯摆在上头 桌子上也必有长设的饼 在其上又要蒙珠红色的毯子 再蒙上海口皮 把杠穿上 要拿蓝色毯子 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简子、腊花盘 并一切成油的器皿全都遮盖 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包在海口皮里 放在台架上 在金毯上 要铺蓝色毯子 蒙上海口皮 把杠穿上 又要把圣索用的一切器具 包在蓝色毯子里 用海口皮帮蒙上 放在台架上 要收取毯上的灰 把紫色毯子 铺在毯上 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 就是火顶、肉叉子、铲子、盘子 一切鼠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 又蒙上海口皮 把杠穿上 将要起营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把圣索和圣索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 歌侠的子孙就要来台 只是不可摸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会墓里这些物件 是歌侠子孙所当台的 那么大家其实就会发现 发现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至圣之物啊 是由歌侠的子孙来负责 在起营的时候来台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资格 他们不被允许去看这个至圣之物 所以呢 就是在起营的时候 要先由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去 分门别类 不同的物件 有不同颜色的毯子 不同的这个方法 把他们都都把他们遮盖好 放在台架上 然后都遮盖完了 歌侠的子孙再来台 他们只是台 不可以看 也不可以触摸 如果犯了这个规定的话 就会死 所以说神的这个戒律 是非常严明的啊 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 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 与香料 并当线的素季和膏油 也要看守全帐幕 与其中所有的 并圣索和圣索的器具 那就是整个的在这个歌侠人 在台这个圣所和这个制圣所 这些圣物的时候啊 由这个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来负责监管 负责看守 耶和华小玉摩西 亚伦说 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 从立位人中 剪除 他们挨尽 至圣物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 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 所当台的 这样待他们 好使他们活着 不致死亡 只是他们连骗尸 不可进去观看圣索 免得他们死亡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将歌顺子孙的总数 照着宗族家世 从三十岁 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 在会幕里办事的 全都数点 歌顺人各族所办的事 所台的物 乃是这样 他们要台帐幕的 曼子和会幕 并会幕的盖 与其上的海狗皮 和会幕的门帘 院子的围子和门帘 院子是为帐幕和坛的 绳子并所用的器具 不论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都要经理 格顺的子孙 在一切台物办事之上 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 他们所当台的 要派他们看守 这是格顺子孙的各族 在会幕里所办的事 他们所看守的 必在祭司亚伦儿子 以他满的手下 那么除了那些 这个至圣所 圣所里面的那些圣物 那些器具 然后那些什么帽子 是吧 什么会幕的盖 海狗皮 门帘 围子 绳子 等等 这些呢 是由格顺的子孙 来负责台的 那么我们看 还有一只 是米丽 米拉丽的子孙 他们负责什么呢 至于米拉丽的子孙 你要照着家事 宗族 把他们赎点 从三十岁 直到五十岁 凡钱来任职 在会幕里办事的 你都要赎点 他们办理会幕的事 就是台帐幕的板 栓 柱子 和戴卯的座 院子四围的柱子 和其上戴卯的座 橘子 绳子 并一切使用的器具 他们所台的器具 你们要按名指定 这是米拉丽子孙 各族在会幕里 所办的事 都在祭司 亚伦儿子 以他马的手下 那样这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米拉丽的子孙 他们负责 负责那个板 栓 柱子 带某的座 还有院子里边的 四围的柱子 和戴某的座 角子 以及院子里面的绳子 那么他们也是由 以他马来监管的 那么就会发现 就是这个 以他马 他来监管两个 来监管两个 就是 米拉丽和格顺的 伊利亚萨呢 他来监管 这个 格侠 他们这一族 所负责的 那么 这是呢 这个立位人 他们这三个 这个其实是 三个宗族 就是格侠 格顺和米拉丽 各司其职 然后具体到 每一个宗族里边 所负责的这些东西 你看啊 也是要按名指定 不是说 一哄而上 今天你弄这个 明天你拿那个 不是啊 他也是会分配好了 你这些人 是专门负责板的 这些人 是专门负责栓的 这些人 是专门负责柱子的 他就是 各有分派的 摩西 亚伦与会众的 诸首领 将 格侠的子孙 照着家族 宗室 从三十岁 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 在会幕里办事的 都数点了 被数的 共有 二千七百五十名 这是 格侠各族中 被数的 在会幕里办事的 就是摩西 亚伦照 耶和华 借摩西 所吩咐 数点的 格顺子孙 被数的 照着家族 宗族 从三十岁 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 在会幕里办事的 共有 二千六百三十名 这是格顺子孙 各族中 被数的 是在会幕里 办事的 就是摩西 亚伦照 耶和华 借摩西 所吩咐 数点的 米拉利 子孙 中 各族 被数的 照着家族 宗族 从三十岁 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 在会幕里 办事的 共有三千二百名 这是米拉利 子孙 各族中 被数的 就是摩西 亚伦照 耶和华 借摩西 所吩咐 数点的 那么我们 也就能 看出来呢 的确呢 神 他是有 预备的 各有 预备 米拉利的子孙 他们所 抬的 都是重物 那个比较硬的 那些东西 所以你看 米拉利的 他的这个 人呢 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人呢 也是最多的 是三千两百名 那么 这个 戈侠呢 他们所负责的 他们所负责的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那么 他们呢 是有 两千七百五十名 那么这个 格顺的子孙呢 他们负责的 那些 软的东西 就是 主要是 以软的东西为主的 这个帘子 围子 这个盖子 这个海狗皮 绳子 等等 他们是 一共有 二千六百三十名 这个 数点的人呢 和 前面两次 数点的 这个年龄 又有不同 前面 点数所有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的 是从二十岁以上的 男子 那么 现在呢 就是 数点的 这个立位人的是什么呢 是三十岁到五十岁 可以说我们 中国不是也有一句古话 论语里面叫 三十而立 五十而至天命 对吧 所以说三十岁到五十岁 这二十年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男子啊 是他人生中最黄金的这个岁月啊 也成熟了 而还没有这个 这个 意志消沉 就是啊 所以说在 会幕里边任职的啊 负责啊 这个会幕里边的这个啊 经理这些事物的全部都是选择的精壮年啊 三十岁到五十岁 而你不到三十岁你没有资格你超过了五十岁你也就不能再负责这个职责了 所以呢 神都是有最好的这个安排啊 凡被属的立位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 照着家世宗族所属典的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功的共有八千五百八十名 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台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 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这就是今天的民数记的第四章 这个内容 我们会发现他主要就是讲立位人这三个宗族啊 他们分别都各司其职啊 都负责什么 以及呢重点讲了一下就是戈侠人所负责的这一部分啊 就是啊 他是怎样操作啊 因为他是这个什么诗恩座呀 什么乡坛呢 是吧 所以这些他们是不能碰不能看的 所以必须要先由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先进行遮盖啊 遮盖好了 放在那个这个呃 这个所当台的啊 那个上面他们弄好了再进去台不可看也不可触摸 嗯那么这里呢我们大家就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点啊 哎我们嗯 其实追溯一下啊 从这个创世纪啊 然后到出埃及纪啊 然后到立位纪 然后到现在到民宿纪啊 我们会发现呢 神有一个特点 那或者说神有一个习惯 就是神经常呢 会把这个重任呢 会把这个重任呢 交给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那个人的身上 哈哈 怎么说呢 你想啊 我们一般来讲啊 从人的角度来讲啊 常常会是觉得什么呢 就是嗯 长子 对吧 哎就是啊 就是我们说长子继承制嘛 是吧啊 那么长子呢 就是嗯 有先天的这样的优势 先天的这样的权利啊 你在这个家族里边 你是老大 对吧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神也是说啊 比如说他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长子 是吧 做他的选民 对吧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 神在暗利长子的时候 其实不是按照什么 不是按照你的自然的出生的次序来暗利的 你想一想 亚当和夏娃 生了 两个儿子 还记得吗 盖尹和亚伯 两个儿子都给神献祭 但是神看中了亚伯的 悦纳亚伯的 而没有看中该隐 而亚伯是弟弟 对吧 然后你再想这个 嗯 以嫂和亚各 是吧 嗯 亚各是弟弟 是吧 以嫂是哥哥 对吧 从这个 这个以萨的这个 这个角度 其实他很想 把这个一切的祝福都给谁啊 都给这个以嫂的 其实以萨也是啊 以萨也不是长子 长子是谁 长子是以什玛利 是吧 虽然以什玛利是啊 这个埃及人 夏甲是个妾生的 但是 以什玛利 仍然是长子 但是 神说 你让 夏甲 带着以什玛利 你要听撒拉的话 跟亚伯拉罕说 你让夏甲 带着以什玛利 离开这里 然后呢 你再看亚各的 亚各的十二个儿子 亚各的十二个儿子 长子是流变 但是流变 失去了 长子的这个职分 啊 但 然后西缅和立位 这是 老二了三 是吧 也失去了 然后呢 最终 实际上是亚各 是把长子的 这个 这个祝福给了谁 给了约瑟 对不对啊 给了约瑟 其实约瑟是第十 一个儿子 便亚敏是第十二个儿子 啊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把长子的名分 给了约瑟 把出君王的这个 给了犹大 犹大是第四个儿子 同样 你看在 雅各 说 把约瑟 让约瑟 把他的两个儿子 是吧 把他的 两个儿子呢 给他 给雅各 但是在立这两个儿子的时候 其实约瑟是 算好了 是吧 算好了 就是说 哪个是长子 哪个是次子 是吧 然后呢 他就领到父亲 领到父亲面前 那就是知道 父亲呢 就会把 左手按在谁头上 右手按在谁头上 可是雅各 在按手的时候 却把两手交叉 这都是创世纪里的呀 大家还记得吧 是吧 却把两手交叉 约瑟纠正 但是雅各说 我知道 我就是这样按理的 所以呢 以法连就变成了长子 变成了约瑟的长子 得到了啊 更大 更多的赐福 然后同样的 你看 摩西和亚伦 是吧 亚伦是哥哥 摩西是弟弟 然而上帝拣选了摩西 摩西作为整个的啊 带领以整个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这个最高的首领 亚伦是弟弟的助手 然后呢 当神啊 在从里色列的这个 众子中选择一只来 担当这个长子的名分的 神也没有选择 雅各说的啊 我把长子给了约瑟 约瑟下面的以法连 是吧 神也没有 神却选了 当初被咒诅的立位 啊 立位这一只 你说立位 无论从哪个角度 啊 就是从自然的这个出生来讲 他不是长子 是吧 从雅各的祝福来讲 他也没有得到 那个长子的名分 可是神最后选择立位 立位 你们来担当 以色列的长子的 你们就代替了 以色列的所有的长子 哎呀 所以我们会发现 神好像真的很奇特呀 是吧 嗯 对啊 大家不要不仅仅是从这里啊 我们后边往后读 你还会读到很多很多 啊 什么大卫呀 什么所罗门呀 是吧 他们都不是 他们都不是生物意义上的长子啊 嗯 他们 他们 虽然啊 他被案例为了这个继承人 但是他们都不是生物意义上的长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神的啊 这个不可违抗之处 以及神的不可捉摸之处 不可揣测之处啊 就是说 那神这样做 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 这个 值得我们去思索的信息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 就是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可贵的信息啊 就就我目前我来想啊 一个就是说 其实神呢 是想呢 就是 这样做啊 我是猜的啊 我是猜的啊 我猜神可能是啊 不想让人呢 就是想让啊 神是想让人呢 努力的去克服与生俱来的骄傲 啊 就是啊 有的人呀 我一出生 我就是长子 我天然的就拥有这样的权利 啊 那么神不想让人有这样的骄傲 啊 其实这恰恰表现了 人人是平等的 你先出生 他后出生 是吧 先来的 你不一定为大 是吧 后来的 他有可能为大 那大家想一想 在新约里边 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 是不是也经常说这样的话 是吧 那耶稣的门徒们经常在一起讨论 将来到天国上 谁大呀 谁坐在 这个左边 谁坐在右边呢 是吧 耶稣又说啊 你们 谁大 谁小 是吧 是不按照你这个 所谓的先来后到来说的 所以我觉得神这样 其实为了让人呢 就是不要骄傲 你不要觉得 这些东西就是你应得的 那么很多人可能就觉得 我是长子 这都是我的 我理应得到这一切 在神这里没有这个说法 什么叫你是你应得的 是吧 所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让人去除骄傲 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平等 大家都是平等的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让人不要去争夺 那就是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那他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 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不是由你的表现来决定的 也不是由你的出生次序来决定的 对是由神来决定的 所以呢 你啊 你的各种表现 你表现给你爸 没用 阿姨嫂是吧 给爸爸这个 爸爸爱吃野味 是吧 你表现给你妈 也没用 是吧 你你如果真要表现 你你冲着谁表现 冲着神 只有啊 就是信靠神 忠于神 这就够了 你不要呢 去去总是想走一些歪门邪道 然后呢 去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说你看在这里 我们如果以雅各来看 就会发现 雅各靠他妈妈 好像是啊 取胜了 是吧 而实际上呢 雅各和他妈妈 拉姐啊 他们所做的这些 不是拉姐 我脑子 利百家 拉姐是雅各的妻子 就是雅各和他的妈妈 利百家 其实他们娘俩做的 都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因为神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 就已经告诉利百家 告诉这个以撒 你们这两个儿子将来 小的会怎样 大的会怎样 可是他们 以撒和利百家 都不愿意听从神的 以撒是什么 是想着 按照我的心愿来 是吧 利百家是觉得 这神的意思 我得帮神去成就啊 神的意思 不需要你帮神去成就 结果实际上是利百家 就是越帮越忙 最终呢 帮到儿子远离他了 直到他死都没有回来 母子两个人都没有见面 然后呢 雅各呢 因为处处啊 就是这个欺骗呀 贪婪啊 抢夺呀 然后也 也就得到了教训 然后到他舅舅那里啊 被剥削 被欺骗 然后这其实都是神给他的教训 那如果雅各和利百家 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那就顺从神的旨意 那就看神的安排 那他们的历史肯定就改写了 所以说神呢 就是不要你人去啊 动用你人的这种自作聪明啊 这种机关算尽太聪明啊 最后呢 你反物了 轻轻性命 这个是啊 就是这个部分的啊 这个 我想到的 我为什么要想到 从这里又想到这 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列位人这三个宗族里边 实际上 格顺是老大 哥侠是老二 啊 然后呢 是这个 米拉利是老三 如果要按照啊 长幼这种分别的话 那应该是格顺去负责那 制圣的吗 对不对 然而神却把这制圣的这个最重要的责责交给了哥侠 是吧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就是神就是他为了帮助人成熟帮助人成长帮助人克服人的罪性里边最根本的那个罪性最大的那个罪性 骄傲 骄傲是真的可以说是最根本最大的这个你说你嫉妒啊你贪婪啊是吧 啊等等这些其实你回想的根都是骄傲 你为什么会嫉妒啊 就是因为你你不愿意承认别人别人比你好你不愿意见到别人比你得到的多因为你觉得都应该归你那不就是你骄傲吗 是吧 哎 所以说神就是为了让人刻出这个骄傲所以神在这些方面真的是大费苦心啊 这是我我的感受啊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交流啊 嗯 嗯 就神神神是不是那么想我猜的啊 我根据神的啊就是所所做的这些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嗯 对啊 如果要是不是的话我也希望神能够指教我 哈哈 嗯 然后如果呢弟兄姊妹们有不同的啊 这个啊 观点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和我交流啊 和我沟通啊 我们互相呢 这个互通有无啊 OK 今天呢我们就分享道理 今天是2022年2月5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啊 嗯 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无论呢你的生活中啊 遇到什么样的啊问题啊 无论你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愿望啊 想达成啊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啊 这个挫折啊 困苦 艰难 我觉得你都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是不是神在借着这些东西啊 在帮助你成长 在帮助你认清楚自己 帮助你呢啊 认识到自己有哪些地方啊 仍然有着 骄傲啊 那个骄傲可能呢 就会牵绊住你啊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借交借造啊 做神的好儿女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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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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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